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蒋文杰 再来看到2021远见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 花莲县长徐真卫以高达78%的满意度 荣获五星县市长的殊荣 也是这个五星县市长唯一的女性 那么在12号是北上受奖及分享了施政理念 2021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 欢迎县市长徐真卫以高达78%满意度 荣获五星县市长的殊荣 12号北上受奖以及分享施政理念 不仅是五星县市首长唯一的女性 也将荣耀归功于前县的姓名 以法文复婚其是前县长获得主办单位邀请到场管理 教育在结合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的智慧农业 所以我们现在的智慧农业是扎根到我们的国小合中 然而从去年开始我们调整我们的食农教育 所以在整个食农教育的教育力里面 我们在今年就得到全国的利益 所以整个面向我们希望花莲打造一个 我们心目中的桃花园 更能够让我们所有人安生利益能够在花莲 这个地方空气非常非常好质量非常好 整个环境是非常非常适宜大家的移民 以及旅游定居 而今年的教育的提升 更让我们的青年返乡 以及青年能够安心安定的回到花莲 让孩子能够安心放在花莲的教育 而在这两年 我们整个青创以及地产 其实结合青年整个月整个发扬起来 所以让花莲整个人口结构 以及人口同利不断地无天退进 我想无论是建设 或者是政策 以及执政的方向的理念 就是希望我们的年轻人不要在外流 而稳住我们的青年 以及我们的长者的态度 幼儿 我相信这个地方就安定下来 幻线今年荣获全台非六都为二的五星县市 八大市人面向满意度高达77.2% 高居全台第一 包括环保 教育 观光 警政 以及治安 消防 与公安等指标 名列前茅 表现亮眼 现在徐中卫首先感谢谢明的支持 让花莲更加茁壮以及幸福 今天听见各县市首长经验分享之后 是相当的感动 每个县市均面临自身的优势以及难题 他提到花莲拥有好伤好水好空气 天然环境得天独厚是适宜生活幸福曼谷的城市 现在表示今年花莲市政主则是以曼金平花莲 因疫情的冲击 民众生活形态受到巨大的冲击 人民的心中倍感焦虑 由于台湾本岛人流互动频繁 需要全国吸收同性推动防疫 做好国境的管理 记得Join台北社会堂